钢琴家金哲雄和这位年轻的小提琴家 正在为这场特殊的音乐会做准备 这位小提琴家不希望出镜 因为他和金哲雄一样 也是从朝鲜逃到韩国的 金哲雄是纪念朝鲜战争挺战协议 签订60周年和平音乐会的主打标题 这场战争后朝鲜半岛仍然一分为二 他说希望有一天 他的音乐可以帮助南北统一 我希望通过我的音乐 帮助韩国人了解朝鲜人 在谈判时 韩国人可以更好地理解朝鲜人 我希望创立一个基金会 让人们通过我的音乐 来了解彼此的文化 金哲雄不是一个典型的朝鲜难民 他曾经是平壤的精英 在首尔生活十年之后 他已经是这里娱乐圈的名人 首先我看上去不像朝鲜人 为什么 金哲雄当年在朝鲜 因为演奏西方音乐而惹祸上身 为了寻求艺术自由 他先逃到中国 然后逃到韩国 金哲雄在中国遭到警察殴打 他说朝鲜难民仍然面临这样的待遇 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 我们必须向中国政府交涉 改变这种情况 朝鲜人权公民联盟是帮助朝鲜难民脱北的组织 这个机构的乔安娜·霍萨尼亚克说 他是在讨论朝鲜践踏人权的一次大会上 见到金哲雄的 从那时起 他成了我们机构的亲善大使 我们经常请他到我们的慈善音乐会上来演奏 他都欣然答应了 金哲雄说 他梦想有一天能够访问朝鲜 再次在那里演出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